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reeler 接下來6月7號 端午節那一天 我會跟正宗教練 會在灣仔會有一個藍球分享會 如果那一天你想跟我 和正宗教練一起 可能打一下波 聊一下玩一下遊戲的話 記住來以下的網址報名 好嗎 約定你 到時見 好 今天 完 好 好了 要快一點點 因為很多分鐘了 人真的喜歡吹水 不好意思 好了 都是國內大陸的網友 教練我調整了姿勢 但我發現我的姿勢好像和腳連結不到 力量用不到出來 我們看看 又是那個問題 又是 就是因為重心中了向前 它不是很能跳到 就是用不到那個 肌肉的力量 大腿後方的肌肉的力量 所以不是很能跳到上去 這個都是叫做 它有座低但是叫做韌一韌 不是很能用到大腿力 看看有沒有第二球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球是這樣拿上來的 看著 那個球是前向後 這樣拿上來的 那你想一下 我們大腿跳的力量是下 向上 但是你的球是後 向前 出 那力量方向就不同了 如果你是下 向上出的話 手腕拉下的話 那你的感覺就對了 你就用到腳力了 現在呢就是分開了 就是這樣分開了 所以呢 你就變了 用不到那個腳力 這個就可以自己留意 記住 下向上 拿球是下 舉向上 向上出手 而不是由前拉向後 那你才用到你的腳力 你腳力都不能由前向後 這樣彈出來 那個是腰力來的 後前是腰力的 腳用不到這個力 腳就是用到下上的 好 快一點點 踏下一題 嘩 好多 原來每次打一個 原來這樣答問題都很內涵 好了 繼續了 可不可以說一下 打全場的意識和打法 初三開始接觸全場 到現在都是一個很迷惘的感覺 又是大陸的網友 我覺得 怎樣去串連內線去傳播 以及自己一般都沒有什麼出手 嗯 全場的話 我想 如果一開始初學的話 真心說 自問 我一開始打全場 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整個秉儀 整個打 我學界頭兩年的比賽 一分都沒有拿過 出場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麼 我會建議這樣的 打全場 那些人的意識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說出來的 或者這樣的方法 先打3on3 在3on3裡面 你會 三打3裡面 你會發覺到很多 你怎樣去贏一場比賽 怎樣走位要球 怎樣去做一些 令自己入到球的動作 先打多些3打3 去到全場的時候 你要記住一件事 首先確認自己打什麼位置 在這對球裡面我打什麼位置 我打控球 還是一個 通常控球都是經驗最豐富的 你沒有什麼經驗 應該都打不到控球的 那麼 射手 小前鋒 大前鋒 還是 Center 我一開始是打Center的 我只是做一件事 在我打球初期 就是 我很拼命去搶籃板 然後進攻 未必有隊友交給我 隊友射完 我就衝過去搶 搶 不進就搶 所以通常都不進 搶 搶完之後就在籃底 put back 就這樣射回他 入了他 我一開始的籃球就是做這些事情 所以那時候 為什麼我叫阿灰 就是因為以前的人 就是經常叫我做灰熊 像是紅人一樣 撲在籃球上 所以就叫灰熊 所以 迷惘的話 就確認自己會打什麼位 二號位 就是做多些射球 三號位 其實跟二號位很接近 再加多些搶籃板 四五號位 你真是主要做的東西 搶好的籃板 其實 音樂內線球員 記住 搶好的籃板 真是 像《男兒當入春》裡面說 赤目和鷹目說的 控制到籃板球 你就控制到那場比賽 的確是真的 下一條 請問我射球的時候 輔助手的手指弓會頂到籃球 輔助手的手指弓 令到籃球旋轉和變得 弱 和減了射球距離 請問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我會建議你這樣做 首先 這隻手指弓 會碰到籃球 其實 現在你上網 有教學 說Kairie Erwin 是會這樣射球的 這隻手指弓一起出的 如果你是很喜歡Kairie Erwin 我都建議你去學 因為你喜歡偶準 喜歡是很大的 最重要是向自己喜歡的方向發展 你才會做得好 但如果你想學一個射球準 我覺得這個 我就不太贊成 我不覺得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會準的技巧 我自己就感受不到 如果要戒這個情況 會怎樣呢 看著 左手 左手接球 左手接球 記住 只是用手指扶著它 用這個掌骨 我們應該是這樣扶一扶 明白嗎 不要依賴了手指 用掌骨扶著 OK 然後去射球 明白 只是掌骨 手指離開 盡量減少手指影響球 這樣的話 你可能都會戒得到 對不對 但如果真的戒不到 我都有個學生 他是這樣去用手指弓 那你就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本身戒球的時候出了問題呢 握住了那個球 是不是 我們如果射球 我經常說放鬆放鬆放鬆 手真的是放鬆的 是扶著那個籃球 不要握住那個籃球 當你一握住那個籃球 這些肌肉緊了 硬了 你用不了力的 沒有了彈性 你為什麼有些人突然射了大針 就是握住了肌肉 好 再下一題 這個應該是大陸的網友 阿灰 有時候我不會推得太高 有人叫我的手 不要推那麼高 又是又是那句 輸不到 拍片 真的輸不到 問 現在射球 在胸口 在胸口 在頭 有沒有問題 算不算太低 絕對沒有問題 完美 我自己就是胸口 然後投出的 同樣 你最好拍片給自己看看 自己想著是 和看到是不是 兩回事 OK 好 大陸的網友問我 Coach Fui 你對首碗下碗的感覺 說到有點模糊 可不可以拍過你的多角度投籃 視頻給大家看 辛苦了 最好是高精率慢動作那一種 離手近一點 蘋果手機就可以拍了 嗯 我盡我能力說 樂碗這件事 即是 我也盡我全力去形容 甚麼叫樂碗 你說的模糊 即是你說我講得有點模糊 我都很想知道究竟模糊 是有多模糊 還有哪個位模糊 因為對我來說 我講到盡了給大家看 每一次我都很認真講 射波手碗我拍了兩輯 應該加起來都成二十幾三十分鐘 如果這樣都模糊的話 嗯 不知怎好呢 對 答不到這些問題 但我盡量說 怎樣樂碗的感覺 這條問題 我覺得問題有點模糊 對 少少模糊 好 另外一位網友 澳門的網友 上次我去了這個街場 好嗎 好嗎 很難看的 這些片 說真的 因為 看不到雙腳 也都是 完全看不到雙腳 但是你會看到一件事 太黏身了 手肘 去了 手肘 去了 身體那裡 黏住身體之後 你會發覺 就是你一出 就會看到 用了肩膀力 他拍了一球 入的給我看 其實我真的不需要看入 你可以讓我看不入 你用了肩膀力的話 射波的力量會很厲害 第一段 射波的頭段 頭段 頭段 會很高速的 其實你用肩膀很難控制 我是很不建議用肩膀力 要起前臂手腕 其實已經夠了 拋物線來講 它是OK的 挺漂亮的 但是 看到小朋友的反應 應該很難才能入到一球 我會這樣覺得 離開 不要在身旁 記得手真的伸出去 在前面 好 下一條 如果大家問 需要不需要傳片 即是問問題 可不可以傳片給我 你直接傳過來 好嗎 沒有問題 我會看 我會盡量回答你們 好 下一個 亦都是之前 食物答過問題 先看看它 一開始的時候 拿球已經拿歪了 其實大家看看 它拿了球的側面 即是拿了球的側面 很側面 記住不要拿那麼側面 儘量在 如果一個球 我們儘量拿回這個位置 明白嗎 在這裏 不要拿到這裏 這裏你的碗很快會歪的 這樣 在這裏 然後左手向上 明白嗎 好 這個一開始側面 還在側面 所以 變了 那個球 中斜 那個球 離開了右邊 去了很右邊的地方 那個碗也都很 你新翼的手都會歪 說真的 結果它就拿了球的很右邊 對了 這一下呢 有一點點屈了肩膀 而且是用 都很用手指去射出來的 很用手指 不是說很用到手掌 而且是 跳彈床的跳 你看看左腳指歪了 左腳指歪了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 重心會歪了會去右邊 如果你左腳太歪 和右腳不是同一個方向的話 你兩個膝蓋的方向就會不同了 記住我們兩隻腳尖 一是對著內八字 一是同方向 不要兩個方向 你膝蓋一定向兩個方向 你力量就分散了 OK 這是第一球 接著它這球是用手掌的 主要就是 胸口向下 伸不回直 人的胸口沒有上去 還在向前 所以射球感覺不太對 主因就是這樣 右腳太前 其實如果大家射球的時候 右腳有那麼前的話 你發覺 當我長久射下來之後 如果你右腳太過前 即是差不多多了一隻腳的話 你有很大機會 你會重心下去右腳 因為通常前腳會做重心 這樣便會浮 左腳用不到力 變成所有用力的時候 右腳會大力於左腳 那你射球就會歪向左邊 因為左邊沒有力 右邊有力 那球會歪向左邊 這件事就是 不要前得那麼緊 這裡前一隻腳有些多 你要那個伸直 記住下巴上去先 不要上去 頭上去 你的胸口也會向下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來的 好了 好 今天這條片拍到這裡 我想我要每晚都拍了以後 哈哈 我拍過原來 拍了那麼久 可能只不過拍了幾分鐘 幾條問題 不要緊 我會努力回答問題 哈哈 好 下次再見 我會把我拍照 我會來的 唷 我來過 你 我來過 我快樂 我每天都靠你 飛給我 我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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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